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大家有沒有發現 老Z今天穿的不是襯衫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自首 因為今天的錄影行程 老Z完全忘了 在這邊向各位小夥伴以及攝影大哥 致上深深的歉意 好 回到正題 每一個殺人犯在奪人性命後 都會面臨兩個狀況 一個就是如何毀失滅跡 另一個就是如何不被警方查到 但有一些特殊的案件 警方會天外收到一些線報 像是過去我們講的三重焉盧案 就是派出所先收到了一封 無名式的信件才展開偵查 而真相出人意料 而這一回警方又會收到什麼東西呢 接著就跟著老Z回到案發那一天 神秘電話舉報有兩男和殺一女 公測備有巡師指引 找到山中女代師 穿著妖嬌火辣是特種行業小姐 此人手機竟然傳簡訊報平安 是誰在顧不宜震 來看這起藏屍地圖情殺案 時間回到2002年8月17日 這天晚上在當時還叫做台北縣的 盧州分局值班台 突然收到了一通奇怪的報案電話 對方說有一名女子被殺害了 她也被威脅要協助棄師 而她是趁著空檔打電話報警 還留了一張關鍵線索 911月8月17日當時盧州分局接到一通報案電話 一名自稱小白男子說呢 兩個男的殺了一個女的 同時棄師在新莊的山區 而她是被迫協助棄師 把棄師的地點畫成了一張地圖 就藏在分局附近的公園廁所裡面 這名男子一講完 立刻就掛了電話 要知道派出所值班台 經常收到這種毫無頭緒 無厘頭的報案 第一時間就想說 是不是什麼惡作劇電話 要跟警察玩什麼偵探遊戲呢 但因為牽扯到的是一條人命 還是不能大意 心境還來不及問 對方就掛上了電話 突然聽到有一張殺人氣勢地圖 無論如何警方先要確定真假 以盧州分局而中心 清查周邊三公里內所有的公廁 果然在一處公園南廁所發現一撞 為求慎重 當時警方來到這間公廁 它是一間廁所一間廁所來翻找 同時它們最主要就是看說 廁所裡面有沒有任何像地圖的東西 最後呢 果然最後一間 而在垃圾桶上面看到了 A4大小的地圖 當時畫的就是大概是一個路線圖 路線圖 但是路線圖不是畫得很精準 只是什麼路口大概有什麼土地公廟 然後經過哪裡 大概到哪裡 有一段 看著這張粗糙的手畫地圖 真的能帶領警方找到被害者嗎 如果真的是惡作劇 這個小白就是真的小白 警方動員了人力 在沒有路名的山中樹林裡到處搜尋 果真空氣中飄來了刺鼻的濕臭味 在暗渡索跡之下警方沿著新莊青山路 往廣濟寺的方向 經過蜿蜒的山路 警方在新莊林口以及龜山的交界 人烟稀找到產業道路旁 就發現了裝有這具女濕的紅色手提箱 就是說這個瘦山路 89號附近的停車場 這邊有二錯 那附近的民眾看 有一個紅色的環布袋 那龜山分期先來做出步的勘察 發現裡面遺失失體 一通神明電話通知了警方 讓警方在台北線新莊平遠山區 發現了一個大手提袋 而裡面竟然有一具雙手被反綁 但是已經腐爛無法辨識的女師 而這起案件可以說是發現的相當離奇 女師是被放在大手提袋的下層 而手提袋的上方 則放了許多衣服來覆蓋 女子身上穿著淺黃色的外衣 黑色的裙子 檢警初步判斷氣勢的時間 已經有一個星期 女性 長頭髮 身高大概153公分 55公分左右 年紀應該是30歲以下 身材是中等身材 說說的 警方此時是千頭萬緒 電話那一頭的小白 到底是誰 是共犯還是目擊者呢 然而更大的問題是 眼前這個屍體 監視小組忙了一整晚 搜遍了整個棄屍地點 沒有任何的身份線索 就連指紋也都難以辨識 偵辦嚴重卡關 由於警方無法立刻辨識 您看過穿著深色裙子 淺色上衣 寧願30歲 身高153公分的女子嗎 這名女子 遭人殺害 而且凶手不止一人 警方將先確認死者身份 再清查交往對象 追查凶嫌 由於死者身份 列為偵查的首要目標 警方也透過媒體 呼籲失蹤的家屬 趕緊出面指認 也將她的遺物公諸於世 隔天還特地將髒污的衣服 清洗乾淨 放在類似體型的假的身上 希望能增加被害者的辨識度 穿在Model身上的 白色上衣 黑色短裙 這是新裝戴士命案發現時 死者身上所穿的衣物 而其他成列在地上的衣褲 則是被塞在行李袋中 所以警方研判 這些應該都是死者所有 警方上午將清洗過的衣物 已經成列出來 當時死者穿著黑色內衣褲 白色T恤 黑色短裙 身高約153公分 腰圍26吋 相當的纖細 由於行李袋內 還有其他衣物 警方隱密成列 並且懷疑這幾件男性上衣 可能是兇嫌所有 因此希望民眾能前來執任 那目前來執任的很多 但是目前還沒有確定身份 所以如果有家人 失蹤犯犯不明的家屬的話 希望民眾能前來執任 就是死者 警方從這些衣物上研判 死者應該是在各種營業 上班的小姐 那交往就非常複雜了 但到底是哪裡的小姐 有如大海撈針 迷頭電話局報的小白 相對似乎比較好追蹤 警方研判報案人 即使不是兇手也應該知情 所以兇手可能不只一人 不過最令警方憂心的是 消息曝光之後 報案人可能會遭到滅口 另外警方也發現到 棄屍的地點相當偏僻 能夠開車上山的道路只有一條 所以合理的推測 兇手是從龜山文化一路進入 目前警方已經緊急調閱 沿路工廠監視錄影帶畫面 進行比對 而檢警也將進行解剖 以查明史英 目前的話從外表來看 因為一方面是他腐敗的程度 非常的嚴重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非常具體 可以造成他死亡的外傷 所以我們現在判斷的話 他應該是被支持死亡還是說 關於說死亡的方式 或是說什麼原因造成他死亡 這方面我們還沒有辦法確定 警方手上的線索都卡關 唯獨回頭查詢報案電話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可疑的地方 就是這支報案的手機 SIM卡主人叫彭文美 顯然不是這個小白的電話 然而彭文美的家屬 並沒有報失蹤 警方還是找來他的家人 來釐清一下 結果意外發現 死者就是彭文美 新莊壽山路帶失明案 在解剖遺體公布死者的遺物之後 警方連日偵查終於有了進展 經過家屬的辨認 被撞入袋中的女屍 確定是32歲的彭信特種行業上班女子 而且家住在泰山 跟棄屍的地點 向徐木園有地人關係 其中有一件褲子 是死者的這個 姐姐好像當初是他買給他的 由於死者在特種行業上班 相當複雜 到底是誰犯案 警方一一過濾 同時發現 一名與死者交往的男子 在命案發生之後 就有消失蹤跡 是案嫌疑最大 不過由於死者同時 跟多名男子交往 警方認為 前殺的可能性相當大 只是彭文美死了這麼久 彭家人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呢 仍然是她的弟弟跟姐姐 持續有收到彭文美手機 傳來的簡訊 說她出了她的遠門 時間會很久 不用擔心 也不用打電話講她 顯然這個小白 有極大可能 就是她的男友 許敏川 也是故故移政的真兇 收到這個簡訊的時候 當時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那時候妳收到這個簡訊 有沒有打電話問那個 妳有沒有回頭 妳有沒有回頭 很久 很久 好像一個禮拜 比較久不見他 很久不見他 對 很久不見他 裡面是看幾個人 也沒什麼了解 所以他們 我們也沒什麼了解 家屬說彭文美和男友 許敏川就在太平路 偏偏前幾天還接到 彭文美傳來的簡訊 不過一直聯絡不上 許敏川這時也向人間蒸發 找不到人 不過在她家裡面找到 一節剪斷的充電器 居然很像捆綁死者的電線 收到送自己來做一個 健身的搭配 確實這個電線頭 跟這個坑綁的電線也是同一條 而經過六天的跟間 發覺許敏川 駕著紅色轎車出現 最後終於再三 從重陽路一帶 逮捕到了嫌犯 經過九天來的偵辦 台北線新莊分局宣布破案 32歲的嫌犯 許敏川 死者的男友 就是痛下毒手的兇手 為的還是感激因素 在那個小房間裡面 越有新的火爐 越有木炭 當初她的公主 其實她可能也良心不安 可能要想自我了斷 所以就買了這些 幸好警方趕在她情生前 順利的將她逮捕 只是兩人曾經感情堅定 還生下了一個兒子 為何要狠心奪命呢 這是兩個人剛認識的時候 在武廷熱情勇吻的照片 只是沒有想到這段戀情 竟是一場面緣 嫌犯許敏川 是在台北市一家舞廳 結識了彭文美 在89年11月結婚 去年底兩人還生下了一個兒子 但是一直沒有向護政單位登記 而結婚後 彭文美則轉到了 泰山的茶室上班 和姐姐合夥開海產店的 許敏川卻突然的拆夥 半年多來都沒有工作 全靠了彭文美 小孩也找了保姆帶 不在十多天前 彭文美卻不知綜藝 他們老婆已經很久 都找不到 小孩子也沒問題 小孩子也把小孩子也帶回去 他婆婆就是說 找不到他那個媳婦 之前吵架我們知道 怎麼不知道 她是誰是老婆 我不知道 為什麼要逛 由於許敏川失業 不求振作 變成了身手要錢的爛女人 訪完彭文美在茶室 得到了許多客人青睞 甚至有許多人要包養她 她也知道妻子看她的臉神 越來越不友善 直到八月七號 提出分手這一天 她受不了彭文美 一直數過她的沒出息 許敏川領事最終斷線 前犯說犯案是因為死者 從事特種行業交友複雜 聽到死者說有人要包養她 氣不夠才闖下大禍 死者另外有朋友 他們就協議分手 就在協議分手當天 就在他們同期的住宅 先是口角爭執 後來肢體衝突 那匈選就用電話線 將死者雙手環綁 壓在雙部上 用手掐住她的脖子 把它裝在這個手提箱裡面 那又怕這個手提箱 會把這個人形 人形這個突出的這個 人的這個形狀顯現出來 那所以就除了那個鳳以外 再加了一些這個 內海女子所穿過的衣服 再把它填平 休閒許敏川表示 由於受不了內心的譴責 又不敢自首 才在8月17號打電話給警局 並且留下地圖 讓警方找到遺體 進入審判後 許敏川試著想從 義奔殺人這樣的理由來做抗辯 而判決書上法官認為 刑法第273條所謂義憤 是指基於道義之理由讓人憤慨 必須先有被害人之不義行為 客觀上足以引起公憤 依照一般人觀念無法容忍的理由 才可以稱為義憤 而許敏川所稱的 分手 外遇 包養 都被法官認為不足以成為義憤的理由 一二審都判他無奇突襲 許敏川 為什麼你要殺你老婆 講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殺你老婆 有 是一時失守還是故意的 失守 一時失守是不是 對 現在會很後悔嗎 你說咧 殺了自己心裡 你說會不後悔嗎 之前一直否認殺氣的許敏川認罪了 不過他說是一時失守才會釀成悲劇 被判無奇突襲他不能接受 另一方面 許敏川的老父老母 帶著孫子到法院等判決 聽到結果 梁老痛哭失聲 表示一定會上訴到底 判得是不是太重了 太重了 我心裡很刺 因為我這個狗是怪狗 我心裡頭都很煩 我心裡頭都很煩 2003年12月11日 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維持無奇突刑 全案定念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其實當初 許敏川在氣勢的時候 開車繞了一整天 辦事將近11個小時 才決定丟棄 此時他的內心 有在受良心煎熬嗎 歡迎有小朋友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最後讓老Z工商時間一下 Omicron疫情嚴峻 防疫生活很重要 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生成機 可以讓您輕鬆在家對抗病菌 現在只要輸入老Z推薦代碼 CTI527就可以獲得折扣 詳請請上快點購網站 還有更多優惠喔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